那海星老师问题又来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甲骨文 大概有多少个文字 好 这个问题很好 甲骨文 1899年偶然被发现 发现者是清朝国子建的记者 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王毅荣 去买药 药铺里买药 有一味药叫龙骨 这个药是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功能是治疗红伤 刀伤出血 那个白色的粉末撒上 就折血了 第二个功能是治拉肚子 治利脊 因为它是钙嘛 所以治疗拉肚子 那么他拉肚子买了这个药 他偶然发现 这个碎的没有磨碎的骨头片上 好像有文字 他发现有这个 然后呢他认定这是文字 就开始收集 收集了大量的骨头片 果然有文字 那么他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以后 不到一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 王毅荣这个人呢 是个爱国主义者 是个民族主义者 奋而跳河 自杀了 也是个清官 他两袖清风 他连丧事都办不了了 家里的人就把这些 攒的骨头片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出钱 安葬的王毅荣 那个人叫刘厄 老残游记的作者 刘厄是个出版家 刘厄拿到这些甲骨文片以后呢 觉得哎呀 这是好东西 然后他是个出版家 所以他隐蔭出版以后 就把私有的东西变成公共资源了 再后来接下来的就是 这个两个人 包括王国伟 那么他们呢就开始寻求 在到底这是在哪呢 最后一直找到河南安阳 小屯村 安阳当地呢 一直常年挖出来甲骨文 骨头片以后呢 把上面的污垢 沾上水磨光以后 卖到药铺里头去 卖到药铺里头去 然后发现了甲骨文 因为这些文字是刻在牛骨头和硅壳上的 所以命名他叫甲骨文 其实学者们认为 这些文字不只是在骨头上 应该还在竹子片上 木板上 泥板上都有 但是那些东西没有保存下来 所以在河南安阳能出土大量的甲骨文 这些骨头片是因为那是有一个附带的轰动世界的一个大的新闻 就是那是商朝的都城 所以由此证明了殷商朝代的存在 当时轰动全世界的 那么主要是因为商王 叫武丁时期呢 他用甲骨文的这个 他用这个骨头片来占卜 他每天呢 都要占卜各种事情 在一个骨头片上 刻上要占卜的 这个事情 比如说他的夫人 那个今天发烧病会好吗 然后呢 放火上去烈文 判断吉凶 而且这些都是国家档案 他的朝代的档案 所以他留存起来了 就是成了我们后人看到的加工 那么基本上大量的 主要是从安阳出土的 还有其他地方有一些 我现在就用这个回答您刚才的问题 现在在全世界的各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里头 骨头片上有字的骨头片 一共有约15万片 15万片里头 大量重复的东西去掉以后 可能是文字的独立的符号有4000个 4000个里头呢 在上世纪通过一代学者 截止到郭沫若先生 大概破译的甲骨文字 所谓破译就是说 他能和现在的文字对上号的 有一千多一点 那么后来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也破译了一些文字 那么所以现在这个说法比较混乱 有的人说有1500个汉字被破 甲骨文字被破译了 有些人说有些1200个等等 我个人在学术观点上偏保守 我认为能够破译的甲骨文文字 不超过1100个 因为我还基本上把时间点调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 因为后来有些所谓破译的文字 还没有被学术界公认 还没有成为这个文字史的确切的史料 好总结一下 全世界各个博物馆和各地收藏的甲骨文片 约15万片 里边有效的符号是4000个 已经破译了的文字 1000多一点